對於總統立委選舉的一個活動事宜 馬主席早在今年3月28日 也就是在中章會報指示我個人 儘速主動拜訪泛南有黨的領導幹部 表達國民黨非常意義 保持與有黨的活動空間 立保留於有黨協商的可能性 更同時國民黨吳轉位書主委也在4月20日公開表示 當時國民黨已透過第一波40名立委的提名名單 質疑後續的5月11、5月25兩波因為有時間的壓力 希望提名黨能及早提出人選納入協商 4月27日我個人也在晚間7點30分特別拜訪宋主席 兩人常談到早點才離開 3月底的時候我個人也曾致電勤進士秘書長 並透過中間有人無數次的表達 馬主席對馬送會的期待 6月20日27日 我再晚間6點再度致電勤進士秘書長 再次懇請當時宋主席到國外去 希望他回來之後能夠進士安排馬送會面 當時秦欣申議事長也答應 希望大家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來創造出來 7月3日我想特別請中間的友人 將兩黨立委選舉活著的三個原則 三個原則傳達給宋主席 這三個原則第一是 國軍兩黨在尚未提名區域 雙方可以共同協商適合的提名人選 當時應該是還有大概五六個地方還沒有提名 第二國民黨已經提名的區域 親民黨假設有合適的人選 而且該合適的人選 更有盛選希望的 國民黨願意討論 第三國文區立委會 歡迎親民黨提出合適的建議人選 兩黨共同協商討論 把這三個原則傳達給宋主席 這次也附帶了來跟大家報告 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當時金銜秘書長 擔任的是台北市政府的新聞處處長 當時他並未從事或參與任何大選的民調工作 更懷孕地製作假民調之事 當然這件事情只要誤會能夠澄清 金銜秘書長隨時都可以措斥對宋主席的受眾 一切以大體為重 以上幾點 敬請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